救难人员用软式担架把伤者固定 他在苗栗虎山三角点附近 坠落大约三楼高的边坡 无法动弹被抬下山 虎山地形陡峭 徒手攀爬都不容易 更何况还要抬着伤者 救难人员小心翼翼 遇到陡坡得先用绳索固定确保 把担架往下运 每一步都得谨慎 不能有一点闪失 受伤的是60岁住在桃园的登山客吴先生 他跟太太一起登山 快到三角点的时候 疑似体力不知昏眩 这一昏摔落了边坡 大约有三层楼高 群众因一时晕眩 施足摔落约三层楼高的边坡 右下方的肋骨及右后背疼痛 没有撞击到头部 登山客中午求救 消防队出动9人上山救援 合力把人搬运下来 下山时天已经黑了 得开头灯 七点将人送到登山口 由救护车送医 山难频传 有不小心失足 有体力透支 医师提醒 体力透支前有征兆 不要逞强 另外也有不少山难救援 是突发心肌梗塞 山上无法及时送医 医师说这也有前兆 当你爬山爬到一个程度 开始头晕 倒汗心悸 左胸闷痛的时候 赶快这个活动要停下来 尽速下山就医 医师提醒 登山风气盛行 外出很好 但是评估自己的体力 跟健康状况 不要越急打怪 发现身体不舒服的征兆 也别逞强 撤退 比公顶更勇敢 TBS新闻 谢古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